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韩瑜 1979年12月9日出生于台湾台北市 韩瑜在担任护士时 被制作人周游发掘 2001年2月19日 出演首部电视剧 才子佳人乾隆煌 饰演女主角神玉堂 2004年 因在台湾名式电视剧 亦难忘 饰演的黄雪莲温柔美丽 清新脱俗 而受到台湾和大陆观众的喜爱 2014年5月 出演台湾中式电视剧 月亮上的幸福 饰演郑欣怡 韩瑜长得有气质 温柔婉约 清纯美丽 貌若甜鲜 轻易脱俗 在 亦难忘 中 韩瑜饰演温柔婉约 人见人爱的千金小姐黄雪莲 备受台湾和大陆观众的赞赏 拍戏时不怕吃苦 尽管体态娇柔 但拍摄打戏时坚持不用替身 还特地拜师学艺练功夫 对于内的观众来说 韩瑜还是个稍感陌生的名字 但是在台湾 她获得不少观众喜爱 从妇产科的护士到现在成为炙手可热的女星 韩瑜印证了美貌加基 愈加努力的法则 不过 比起事业上的成功 她与台湾男演员孙协志的四年婚姻 似乎更被网友朋友们关注 曾经如此家偶天成的两个人 为何最终选择走向末路呢 今天就来看一下女星韩瑜的故事 八点档女神韩瑜近来演出卫视八点档 仙女姐姐来我家 剧中韩瑜和李智正是一对离婚夫妻 韩瑜更是善长打离婚官司的律师 前几天韩瑜猝不及防晒出一张爆嫩婴的照片 笑说 觉得这张照片好有母性的光辉 谢谢年轩帮我捕捉这一刻 而这张照片确实十分温馨 温暖 戏外韩瑜有过一段婚姻 现在也离婚将近八年 这八年间不见韩瑜有难办 韩瑜笑喊现在加入同性大军 最爱看他们谈恋爱 之前访问 问及韩瑜近来的感情状态 韩瑜笑说 我现在就是跟我的平板谈恋爱 我不喜欢出门 就看小说 韩瑜透露自己喜欢看这系列小说 因为觉得现在感情已经没有这么拘束 爱有很多不同的方向 想了解不一样的爱情 由本土剧女神 支撑的女星韩瑜出演过多部戏剧作品 凭着亮丽外形和精湛演技 扭获不少粉丝的心 不过失业得意的他在感情路上 似乎不是那么顺利 韩瑜在八年前和前夫孙协志离婚 震惊演一圈 两人离婚的原因也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 四十多岁男星孙协志八年前因和韩瑜合作 天下父母心 擦出爱火 两人不到一年就结婚 不料2015年 四年婚姻就画下句点 外传夫妻离婚与孙协志负债 婆媳问题及身子压力有关 对此 孙协志后来在受访时坦诚夫妻 两当时对传宗接待有压力 甚至直言 生不出来没办法 而韩瑜在之后接受采访时 就表示自己不考虑生小孩了 未来可能会用领养的 根据苹果日报报导 孙协志在认识韩瑜之前 非常笃定自己不会再恋爱 更别说是结婚 但遇到韩瑜后不仅想法改变 两人更相恋不到一年就结婚 无奈最终还是走上离婚意图 孙协志时隔多年坦言 他受到严重打击 每天都躲在家里哭 好像快要死掉 对这段感情虽已放下 但也因此得了心病 即便想谈恋爱 也暂时不想结婚 会害怕对方会因为自己的身份 过去承受压力 结果可能又会是坏的 至于离婚的原因 外界盛传是婆媳问题 也有传闻说是负债导致 孙协志则首度打破沉默否认 认为综合了很多因素 特别强调了负债可以孩 只要有工作就好 对于离婚原因众说纷纭 孙协志相当无奈 调侃到搞得好像他们离婚一样 此外 孙协志也否认离婚是因为第三者介入 他话风一转经报 刚和韩宇结婚时 坦言两人因为双方年纪问题 在生小孩这块颇有压力 刚结婚就很想生小孩 但生不出来没办法 既然没有何必抢求 虽然两人分开近八年 孙协志只希望韩瑜幸福 过得快乐就好 对此 韩瑜经纪人代表他回应说 韩瑜现在忙拍 金家好媳妇 孙协志也有自己事业 期盼两边人马可以脱离离婚阴霾 韩瑜经纪人曾表示 身为经纪公司老板娘的韩瑜 常出钱出力 而且为了心爱的人权势 心甘情愿 也从没掉过一滴泪 房子被卖掉后 小两口都搬走了 韩瑜甚至还说要分一半给协志 目前他户头零存款 一心一意想好好拍戏赚钱 对于孙协志的回应 韩瑜在后来自己新戏发布会上 也坦然做出过回应 近日接档 炮仔身 的八点档连续剧 天之娇女 将迎来首播 剧组特别举办首映会 活动邀请了剧中的主角梅一同出席 其中韩瑜和男星黄少奇 在剧中饰演一对夫妻 两人有很多激烈床戏 韩瑜就被亏是否有酒汉逢甘霖的感觉 韩瑜就笑说虽然床戏滚了四个小时 但因为自己和黄少奇合作多太多戏剧 已经习惯了 韩瑜笑说 自己其实很常看黄少奇的肉体 因为他动不动就漏 至于谈及上一段婚姻 韩瑜表示有些遗憾自己没生小孩 但因为他年纪也四十多岁了 为了身体这想 大概也不适合在怀孕 似乎是为了弥补他没当妈妈的遗憾 韩瑜在剧中饰演了两名孩子的母亲 这也是他首次在八点当中饰演一位母亲 据悉 这已经不是他与黄少奇第一次合作了 两人是多年好友 之前韩瑜刚刚离婚的时候 两个人就传出了绯闻 不过都被双方吉利否定了 不过韩瑜还经常去黄少奇家做客 黄少奇的儿子也是非常喜欢这个阿姨 演员韩瑜皆拍三立 一家人 戏里小春 被恶婆婆刁难 情路不顺 不过 八点当拍戏生活常跑炎热户外 睡眠也不足 工作虽艰苦 但却猝不及防在脸书上 晒出黄少奇一家人的探班照 开心笑开怀 一早拍戏就有意外惊喜耶 据悉 韩瑜2015年10月与前夫孙协志离婚 11月便与同聚的黄少奇传出飞闻 接着在 甘为人生 礼批婚纱 后也被拆散 不过 被周刊爆出飞闻后 两人否认也尽量不同台避嫌 相隔九个月后 韩瑜拍摄新戏 昔日拍戏战友黄少奇 带着老婆和儿子去探班 更是带上咖啡提神 藉由合照破除当时飞闻 有人携家带卷来探班哦 因凯子欣再次相遇 对于感情生活 韩瑜近日受访时 坦言那段时间压力很大 也让他从此对圈内人说不 未来对象绝不会再找与演艺圈相关的人 连工作人员都不行 想把人生弄得再单纯一点 而被问及是否考虑生饱饱 韩瑜表示 因为他年纪的关系不宜生育 但未来可以考虑领养小孩 不过面对是否再婚 韩瑜与带保留 只表示目前生活很自在 没有特别想遇到 事实上韩瑜先前和孙协志离婚 两人分开的部分原因据传 就是和传宗接待有关 当时孙协志就曾表示过 生不出来没办法 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如今孙协志和女友夏宇同甜蜜认爱 韩瑜也在事业上发光发热 两人各自为未来打拼 让粉丝相当欣慰 不过 近期却传出他与小鲜肉约会的新闻 引得网友纷纷留言 寻求真相 韩瑜无奈表示 是我剧中儿子啦 本土剧女神 韩瑜2015年与男星孙协志结婚 原本是令人称线的金童玉女 婚姻却仅为持四年便告吹 感情一直处于空窗期的韩瑜 却罕见晒出一张他与一味小鲜肉的合照 甚至还深情款款地看着对方 立刻引起网友热议 韩瑜在三立八点台剧 天之娇女 是言敢爱敢恨的黑魔女 与渣男前夫黄少奇有不少爱恨情仇 前不久他才许愿希望有小鲜肉霸总当护花食者 编剧就马上安排模特儿出身的李嘉庆出场 令他气恼直呼 我要的不是儿子 这样和愿望落差有点大 不能接受啦 随着剧情发展 韩瑜在IG曝光户外约会照 只见他与李嘉庆坐在公园的星星造型椅 并且手拖着下巴 看着对方露出灿笑 眼神满是爱意 画面甜蜜唯美 犹如偶像剧般浪漫 只不过韩瑜却爱好 二我们在戏里是母子 不是情侣 并标注两人剧中名字 方文林 张子祥 许多粉丝看了照片后 惊呼他们真的颇有嬉皮感 纷纷留言 这张很像情侣 妈妈看儿子的眼神太宠了 很配的姐弟恋呢 完全没有母子的感觉 妈妈真的太美丽了 更有人直接歪楼 那就演一个儿子爱上妈妈的剧情 也调出李嘉庆回复 妈咪太太太美了 不过儿子李嘉庆非常贴心 付出手登场就帮忙教训爸爸黄少奇跟小三陈佩奇 也温柔体贴帮妈妈 最爱吃的 艺人含鱼 以前我们一家人一起吃饭 你第一口都是加菜给我 这一头母子重逢气氛超温馨 但李嘉庆面对五二不作的爸爸黄少奇 可就美好脸色 眼见他跟小三陈佩奇约会还气到把他们关在三温暖的烤箱里 艺人陈佩奇 外面是谁 艺人李嘉庆 是我 艺人黄少奇 张子祥你在干吗 把门打开 除了想拆散爸爸跟小三 李嘉庆更枪声黄少奇不改邪归正就断绝父子关系 艺人李嘉庆 你已经没资格做我爸爸 艺人黄少奇 我没资格做你爸爸 是我亲眼看你出生 你出生以后你学会呼吸 你学会吃饭 吃菜 都是我在你身边照顾你 在八点档亲情戏的最新高潮中 黄少奇 韩瑜一家人逗到天翻地裂 拍起剧照时黄少奇却忍不住笑场 韩瑜则是熊抱李嘉庆 原来戏里 戏外都单身的他老是嚷着要跟小鲜肉对戏 但编剧送上的不是小鲜肉男友却是小鲜肉儿子 让他在脸书PO抱怨文 要男友不要儿子啦 久别重逢的儿子会帮韩瑜对付黄少奇 还是当润滑即促成两人复合 大家可以去看看他的新剧支持一下 现在的韩瑜 或的肆意潇洒 偶尔跟朋友聚聚会 大部分时间都在忙工作 或沉迷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对他而言 这大概是最美好的状态了 不过仍然希望他可以遇到自己的幸福 事业一帆风顺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他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大嘴的Facebook 大嘴鱼记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大嘴鱼记 敬请关注哦